6月1日产女升级为辣妈的杨蜜正式复出 近日前往意大利参加米莱时装周 这也是她自产后首次亮相 昨晚杨蜜通过微博骰自拍照 照片中杨蜜穿着绿色无袖上衣 尽显清新清爽 产后的她尚未丰满抢镜 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女人味 但依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披肩长发 身材苗条与产前无异 可见产后恢复神速 而且皮肤光滑细腻 完全不像刚生过小孩的样子 漂亮似少女尽显青春活力 此扬眼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为官并点赞 有网友留言称 上次自拍还是少女 如今已是人母 一点都不像刚生完孩子啊 更有人称赞杨蜜为人妻美少女 如今女儿小糯米已过百天 除了生产后出院时睡在摇篮里的照片 小糯米的真容一直未曾曝光 辣妈杨蜜已经付出 希望小糯米也会很快与大家见面 6月1日产女生计为辣妈的杨蜜 正式付出 近日前往意大利参加米莱时装周 这也是她自产后首次亮相 昨晚杨蜜通过微博骰自拍照 照片中杨蜜穿着绿色无袖上衣 尽显清新清爽 产后的她尚未丰满抢镜 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女人味 但依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披肩长发 身材苗条与产前无异 可见产后恢复神速 而且皮肤光滑细腻完全不像刚生过小孩的样子 漂亮似少女 尽显青春活力 此杨蜜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为官并点赞 有网友留言称 上次自拍还是少女 如今已是人母 一点都不像刚生完孩子啊 更有人称赞杨蜜为 人妻美少女 如今 女儿小糯米已过百天 除了生产后出院时 睡在摇篮里的照片 6月1日产女生计为辣妈的杨蜜 正式复出近日前往意大利参加米莱时装周 这也是她自产后首次亮相 昨晚杨蜜通过微博骰自拍照 照片中 杨蜜穿着绿色无袖上衣 尽显清新清爽 产后的她尚未丰满抢镜 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女人味 但依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披肩长发 身材苗条与产前无异 可见产后恢复神速 而且皮肤光滑细腻 完全不像刚生过小孩的样子 漂亮似少女 尽显青春活力 此杨蜜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为官并点赞 有网友留言称 上次自拍还是少女 如今已是人母 一点都不像刚生过孩子啊 更有人称赞杨蜜为 人妻美少女 如今 女儿小糯米已过百天 除了生产后出院时 睡在摇篮里的照片 小糯米的真容一直未曾曝光 辣妈杨蜜已经付出 希望小糯米也会很快与大家见面 6月1日 产女生计为辣妈的杨蜜正式付出 近日前往意大利参加米莱时装周 这也是她自产后首次亮相 昨晚杨蜜通过微博 骰自拍照 照片中 杨蜜穿着绿色无袖上衣 尽显清新清爽 产后的她尚未丰满抢镜 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女人味 但依然是 对不起